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美国人又一次盯上了中国的布局 这次木缸锁住在南美 美军司令亲自登门拜访 要对中方部署在阿根廷境内的一处特殊设施落手 自从哈维尔米莱在去年12月 成为阿根廷新一届总统之后 阿根廷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无论有什么变化都成为国际新闻关注的焦点 毕竟这位有着南美特朗普之称的前经济学教授 实在是过于特立独行 想让人不关注都很难 本来米莱在阿根廷国内怎么样折腾 我们有一道正在看热闹 但是今年以来味道开始不太对 米莱逐渐显现出亲欧美的倾向 在不久前 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到访阿根廷之后 美方扬言要对中国 设立在阿根廷的深空測控站进行检查 4月9日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 劳拉里查德森宗将抵达布尔洛斯艾利斯 开始对阿根廷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 从社交媒体的消息来看 这位女宗将的访问重点 是与阿根廷的国防和安全合作 以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等等 不过美国军方的高官 怎样可能会忘记 给他们眼中最大的对手 中国活装水呢 理查德森宗将选择的特货口 就是中国在阿根廷 内乌肯省建立的深空測控站 2014年 中亚两国政府签署了协议 在阿根廷建设一座 用于红天监测和深空探索的站点 最终本将既要与世隔绝 又要有公路和网络的宗旨 选择在南部内乌肯省 赖斯拉哈斯以北的一片方圆之上 2017年 这座占地200公顷 配备35米直径天线的深空站 建成并投入运营 成为中国继佳牧师和客树之后的 第三座深空站 亦都是海外第一座深空站 这三座深空站建成之后 中国建成了全球范围内的 深空测控网络 覆盖率超过90% 将冥王星纳入观测的范围 为将来进行对火星、木星的探测 以及对奥尔特星云的观测 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 未来的常俄工程 也就是载人登月计划 也少不了这些功能全面 性能强大的深空站 参与通讯和监测等的任务 所以说 在阿根廷建立的这座深空站 完全是太空科研用途 但是在美国高层的眼中 这样就是不重要的 由于门罗主义至今 在美国都是相当有市场 美国高层精英实际上 还是将整个美洲 看作美国的后花圆 绝对不能够容忍其他大国止染 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 会让美国政府不适用核战争 发出威胁 除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 确实会让美国毫无反应时间之外 也都是对苏联使徒进入 美洲的警惕和愤怒 中国在阿根廷建立的这个深空站 随便找一个NASA的专家 来看一看外观的照片 就知道纯粹只能够用来太空研究作用 连基本的监视卫星都不可能做到 这个就是美媒一直鼓吹的 所谓军事用途 2016年3月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声称中国在阿根廷建立巨大的 卫星接收天线 并且由解放军人员进行操作 可能会监视其他国家 发往人造卫星的讯号 容易无非就是打算给美国政府注意 中国已经进入南美洲 下一步可能就是对美国的国防安全 造成威胁云云 可贵的是 尽管质疑的声音不断 阿根廷政府也都在深空站的建设和运行期间 几次更换了 但始终是没有对内乌肯深空站 其中除了规定 亚方可以有10%的使用权限之外 亦都是明确这个深空站 只有科研的任务 既不可能对阿根廷国防造成威胁 更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 所以说来说去 就连美来也只能够声称 他准备对内乌肯深空站进行检查 查的就是这10%的使用权 是否得到落实 而无法用国家安全当藉口 事实上 今年以来 美国官方一直希望对内乌肯深空站进行检查 比如在2月4日 布尔洛斯艾利斯时报报道说 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 对这个高度戒备的大院感到担忧 认为可能是有军事用途 这次陪同 李查德森中将访问的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 马克斯坦尼 在3月底也公开宣称 中国武装部队 被允许在外乌肯秘密行动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黑色幽默的是 包括NASA等 美国航天科研机构在内 在不少国家 在进行太空探索活动的时候 都是从内乌肯深空站获得过数据 欧美等国的外交官 也都多次参观过这一处 也都没有听过发现了 什么事涉及军事的迹象 所以说无论李查德森 还是斯坦尼 这些美国官员和将军会 会真的不知道内乌肯深空站 到底是拿来做什么事的吗 他们之所以捉住这件事不放 不过还是门罗主义的幽灵在作祟 依然将整个南美洲 看作是美国的私产 他既不允许南美国家得到真正的发展 也都不允许其他国家 与南美洲发展关系 至于这位特纳独行的米莱总统 有理由相信他此前对这件事 是丝毫不感兴趣 可是想要获得欧美在经济上的支持 即使是这么无聊的指控 米莱都说不定 也会做出一些对深空站不利的决策 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中国走向深空的脚步 绝不能够被这些杂音干扰 4月16日消息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在Create 2024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透露 民心一言从去年3月16日首发 到今天是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用户数突破了两亿 每日API的调用量也都突破了两亿 服务客户数或者说企业是达到8.5万 利用千帆平台开发的AI原生应用数 超过了19万 AI正在掀起一场创造的活力 未来的应用开发就会好像拍短视频一样简单 人人都是开发者 2023年8月31日 民心一言率先向全社会全面开放之后 所有用户都可以在应用商店下载民心一言APP 或者登陆民心一言官网体验 随后 百度还开放了一批经过全身重构的AI 原生应用 用户可以充分体验生成式AI的理解 生成逻辑记忆四大的核心能力 4月15日 在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成建的四川都江演至四姑娘山 山地轨道交通项目开展过程中 熟岗号囤扣机 在蒲羊站顺利破土而出 标志着 中国首个山地轨道交通项目 首条囤扣隧道顺利贯通 都市山地轨道交通项目 建于城贯高铁书楼站 都江演站 指于亚伯州小金园四姑娘山镇 线路正线长123公里 调税比超过98% 本次贯通的永峰站至浦羊站 区间全长3261米 采用一台开挖直径达9.73米的土压平衡 盾扣机挖进施工 到市山地轨道交通项目建成之后 不仅可以使乘客乘坐轨道交通 观想川西高原的景色 带动完善经济的发展 也将发展中国山地轨道交通的先河 对补充延伸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 广东广州市南沙区珠江口 一艘巨轮停靠在码头边 上半白色下半橙红色 船上的转井架高高树立 整艘船在晴空下分外耀眼 这一艘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手大洋转探船梦想号 这一艘国内最大吨位的科考船 去年底试航成功 现已进入调试和内装阶段 预计今年来全面建成 作为全球面积最大的海上移动实验室 梦想号的船载实验室 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 目前已经完成水、电、气、风等 12大系统的安装工作 即将进行实验仪器的安装 转探是梦想号最重要的能力 中国地质调查局梦想号指挥部 主要负责人周厂介绍 转探的目的 是转换地球内部的岩深 并获取其中吻含的地质信息 进而解开地球深部的奥秘 向海图强 需要科考的利器 中国深海探测 将以梦想号为重要平台 扣建深海地质 地球物理探测 和转探技术装备体系 为人类认识、保护、开发海洋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不太知道网上订阅如何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自电3610-3800、3610-3800 或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语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语人的文字版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